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來示範如何利用快捷鍵來呼叫幾個非常常用的 Grace Harper 的節點 好 那就讓我們直接開始 好 那第一個我們要來介紹的是這個 Scribble 那 Scribble 在上面這邊 這個 Scribble 好 那這個 Scribble 的用法呢通常我們都是拿它來當作註解使用 那用法很簡單就是我們可以直接點兩下 那我們就可以改它的名稱 好 那要呼叫它呢有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我們可以不用直接來這邊找 那比較快的方法呢我們可以先點兩下 先把這個搜尋列叫出來 那接著呢我們直接找我們鍵盤左上方的這個波浪的符號 打下去之後 那這時候按 ENTER 它就可以呼叫這個 Scribble 這是第一種叫法 第二種叫法呢就是 因為通常我們叫出來之後就是要打上我們的註解 所以呢我也可以直接點兩下 打上波浪符號之後 直接打我想要打的這個註解的文字 比如說我是 好 那這樣就是一個比較快的方法來呼叫這個註解 接著我們來講第二個可以用快捷鍵來呼叫的常用節點 那第二個我們要講的呢就是 Slider Slider 好 那這個Slider呢它 因為很常用在這個Input的這個位置的第一個 Number Slider 好 那因為它太常用了所以 我們基本上 會有一些比較快的方式來呼叫它 那第一種方式呢就是 例如說我要 我要拉一個Slider 例如說我要指定它一個值 例如說我想要指定它是0 那我就可以直接先左鍵點兩下打開這個搜尋列 那我想要輸入的值是0 所以我就直接打0按Enter 好 我就可以直接叫出一個Slider 然後它的值會直接幫你設成0 好 所以說如果我想要呼叫的值是50 那我就可以直接點兩下打50 那它一樣會給你一個Slider 然後現在把值設成50 好 那第二種呼叫方式呢是 我的這個Slider其實都有 都有一個這個Range 就是例如說最小的值跟最大的值 那例如說像我打50的時候 那它會自動幫我設成0到100 那如果說我打200的時候 這時候它的這個Range 會幫我設成0到1000 好 那如果說我想要 自己設定這個範圍的話呢 就是我可以 例如說我想要 設定一個Slider 然後它範圍是介於0到500之間 那我就可以一樣左鍵點兩下 交出這個搜尋列 然後打0點點500 好 那這時候呢我們來看一下 按這個右鍵Edit 看一下我們的範圍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最小值就是0 那最大值就是500 好 那所以這時候 我在調我的這個Slider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個我想要的區間範圍之內 好 那像我們剛剛呼叫的這些值 都是整數 那如果說我想要 是呼叫的Slider 然後是小數的話 我可以怎麼做呢 例如說我想要呼叫一個 2.5的這個值 這個值 那我就可以直接打2.5 好 這個也是沒有問題 好 那我也可以結合這個 第二種跟第三種 就是我要設定一個範圍 然後這個範圍呢 它必須要有小數 就是要有負電數的這個區間的話呢 我就可以結合第二種跟第三種 那例如說我可以 像我剛剛這邊是0到500 那我再換一個 例如說我想要 然後我的值想要在0到200之間 可是呢 我的範圍是每一次是跑0.1的話 那我就可以打0.200.0 OK 我加個點0給它 好 那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我們值是有到小數第一位 然後一樣最大值是到200 好 那接著下一個呢 我們要來介紹的就是這個 運算符號 好 那就是所謂的加減乘除 好 那這個運算符號的 叫法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好 那運算符號加減乘除 例如說我想要 互加一個加的這個 節點 那一樣點兩下 然後搜尋的地方直接打加 按Enter 好 就可以叫我出 A加B這個符號 那減一樣就打減 減 減 存 存 除 那除有兩種 就是一個是 這個是我們的斜線 那另外一種是反斜線 好 兩個差別是這個是對整數做 除的動作 那這個是對 就是一般的除法 好 那當然還有其他 例如說 百分比符號 就是取餘數 那這個都是我們很常見的叫法 好 好 那下一個我們要來介紹的就是 呃...Panel 好 那例如說像我們這邊 有一堆的運算符號 那通常呢 我們想要看一下它運算的結果 會需要用到上面這個Panel的符號 那我可以把它這樣接過來 看一下它的結果 好 那因為這個Panel非常常用 所以它也有一些比較快的叫法 比較快的叫法呢 就是我可以搜尋這邊呢 然後直接打這個雙引號 然後按Enter 好 它就可以直接叫一個空白的Panel給你 好 那通常Panel呢 我們除了可以拿它來 觀看我們的運算結果之外呢 通常我們也可以 拿它來當作Input使用 例如說像我們這邊有個空白的Panel 我可以點兩下 然後例如說我可以打50 好 那這時候這個Panel 那我就可以當作這個50的這個Input來使用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接過來 好 它是會幫你做這個運算的動作 好 所以如果我想要拿Panel來當作Input使用的話呢 那比較快的做法就是我可以點兩下 然後一樣雙引號 那這時候它就會跳到Panel 那我可以直接輸入我想要的輸入值 例如說剛剛就是無視 那我就直接打無視 那這時候你就會看到我的Panel 會自動幫你把裡面的值代入無視 然後鎖到適當的大小 接著我們來補充一下剛剛這個運算符號這邊 運算符號這邊呢其實它還有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好 例如說我現在想要計算的是 例如說418加50的這個結果 那比較快的方法就是我可以直接打 一樣是要加50 所以我打一個加50 好 然後按Enter 好 那這時候呢它雖然還是叫出這個加的這個節點 可是你可以仔細看會發現這個B這邊 它直接幫你代入50的這個符號 好 所以這時候我可以直接接上來 那它就可以直接幫你做這個加50的這個動作 那通常這個我們會比較常用在 例如說我要做條件判斷的時候使用 例如說我想要判斷某一個值是不是 例如說大於0等於0或小於0 那我們就可以一樣先左鍵點兩下 那例如說我想要呼叫它有沒有大於0的話 我就直接打大於0 好 那它一樣會叫出這個大於的這個運算符號 然後呢 B的值一樣幫你代入 剛剛打的這個0的這個數字 那下一個假設我想要看它是不是等於10的話 那我就點兩下打 等於10 好 那因為我剛打的是10 所以現在B就代入10 那一樣我可以用在小於20 好 那B就會是20 那A是空白的 那你就可以代入你想要比對的值 下一個我們要介紹的呢 就是這個end的符號 好 那我們就一樣左鍵點兩下 打這個end 好 那它呼叫的是這個叫concadnet concadnet通常我們會拿來做這個文字相加 那比較常見的用法就是我們 例如說我們有物件 然後可能有很多個物件我們想要把它命名 然後呢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方式就是 例如說我會在物件後面再加上一個流水號 例如說物件1 物件2 物件3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好 首先呢 那因為我們的A可能就會叫物件 固定都叫物件 那B可能就是它有一個流水號 那所以呢我們A這邊就先給它這個打上我們的文字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開始教導的這個 因為既然我是要輸入文字嘛 我們就可以用panel 那我們就可以用比較快速的互叫panel的方式 就是首先點兩下雙引號 然後就打入你要的名稱 那例如說就叫物件 然後按Enter 好 那這時候它就會給你一個panel 然後裡面的值就是你剛打入的這個物件 然後大小的縮放到這個適合的大小 好 那現在呢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值先接到A上面 那我們再利用一開始教的方法 我們呼叫一個panel 空的panel 然後來看一下結果 那一樣我們就點兩下打一個雙引號 按Enter 好 這時候它會呼叫一個空的panel 好 那因為我現在只有A有接值 所以目前我的結果就是物件 好 那B接著我必須要給它流水號 好 那產生流水號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用Series這個節點 好 那我們就直接搜尋Series 好 那我現在就全部使用預設值 那預設值呢就是其實只會是0 然後每個間隔是以總共會產生10個數字 所以就會是0到9 那我們把這個呢接到B上面 那你就會得到5件0 5件1 直到5件9 總共10個值 好 那我們這次影片的內容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快捷的呼叫方式的話 那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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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個匯儀 有幾個 致 有些人 有些人